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是上不封顶的 那么第二层就是合作 相信双方的经贸 人文 文化等等的交流 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有所加强 第三就是和平 那么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俄乌冲突 所以这次访问也绕不开这个话题 由此可见乌克兰冲突必然是中俄元首这次莫斯科会晤 所讨论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实在前不久 中方发布了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的一份政治文件 这个文件一发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 特别是乌克兰方面对中方的立场表示尊重 同时也有期待 也就是说中国只要不为俄罗斯提供军援 那乌克兰就希望中方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那么俄罗斯方面对中方秉持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也是肯定的 这就为中方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中国力量 同时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供了一个空间 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领导人这次在俄罗斯去访问的时候 能够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建议也好 和平的方案也好 这些努力呢 我想中方的这些努力是值得国际社会期待和尊重的 细心的人一定注意到了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以类仪管新阶段以来 中国外交再次呈现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新态势 除了刚才提到的发布了一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的这份政治文件之外呢 中国成功的促使了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了一份协议 结束了双方将近七年的僵局 答应呢 从今年的大概就是从现在算起啊 两个月之内呢 要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这可是中国外交的一份非常亮丽的成绩单 也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赞赏 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中国 处心积虑的寻找时机加以利用 俄乌冲突爆发 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指责中国削弱中国的一个机会 其实秦刚外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就已经指出了 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 凭什么要求中国这要求呢 对中国横加指责呢 这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不公平不公正 不可否认的是 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进行了污蔑和抹黑 他们造谣说 中方有可能军事援助俄罗斯 还威胁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国必然遭到跟俄罗斯一样的制裁 这赤裸裸的对中国人民进行恐吓啊 那我想呢 他们的这种谣言呢 会不攻自破的 因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一贯明确客观公正 中国跟俄罗斯的确是有着一种上不封顶的这种友谊 但是这并不表明着 中国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 均是援助俄罗斯 相反的是 中国为乌克兰难民问题 提供了非常多的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 这一点的乌克兰的外长是心知肚明的 就在几天前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中国外长秦刚通了电话 这就表明了 中国和乌克兰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沟通渠道 双方也保持着足够的信任 同时跟俄罗斯乌克兰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独特的作用 留出了空间 中国跟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好朋友 就比如说 你看见街上有两个人打起架来了 其中这两个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那么你站在谁的立场上呢 你难道应该为他们递刀子吗 让他们捅得更深流更多的血吗 不是的 应该呢 是摆开一张谈判桌 劝对方坐下来好好谈 解决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 可是有一些国家呀 就意味呢 向这个 其中的一方呢 提供大规模的武器 那么希望这场战争呢 打得越凶 拖得越久 对他们的军工企业就越有利 但是伤害的是冲突双方的人民 你看每天这场冲突啊 越演越烈的时候 他们每天损失多少人命 损失多少经济呢 那么他们对世界的 这个危机的影响 又有多深呢 不言而喻 所以呢 中国方面如果正在进行 穿梭外交也好 劝和促谈也好 这都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一个特点 就是何为贵 对话总比对抗好 那么事情呢 可能并非一朝一夕 马上能够解决 也许俄乌冲突呢 需要在一段时间以内呢 慢慢的先去降降温 中国有一句话叫慢慢来 他们之间这么复杂的关系 这么深的愁 如果说要马上见效 马上停下来 恐怕不太可能 但只要呢 温度持续的降下来 烈度逐渐降低 那么就为和平留出了一个机会 我相信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呢 国际社会 包括中国在内 只要真诚的合作 那么这场危机总会有它得到解决的一天 关键是解决危机的道路 必须是正确的 方向也必须是正确的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